好 也是汉堡的问题 我们看到现在汉堡店呢 流行的汉堡似乎是越大越好 也能够制造话题 不止素食店有大汉堡 连美式餐厅也有巨无霸的路线 每一个汉堡呢算一算很惊人 三片牛肉 四片培根 还有三片起司 以及一堆配料 这一口根本咬不下去 煎的外酥内嫩的厚实牛肉 一片就有五盎司 而且一次还要放三片 再加上四条香酥的培根 还有一堆炒蘑菇 起司也有三大片 就是我们自己吃 然后最后配上去 配上去 全部叠起来超大汉堡就完成了 一送上桌女性客人都看傻了 不知道该怎么吃起 因为这个汉堡光是高度 就有16到17公分 一口根本咬不下 就是觉得这么大 就不知道怎么吃下去 对 那如果叫你一个人吃的话 你觉得你吃得完吗 很饿的时候应该吃得完 在拍打的时候 其实要把牛肉拍得紧实一点 然后再叠起来的时候 它才不容易散掉 大汉堡有多夯 另一家的汉堡号称30公分高 几乎比人的脸还要大 所以我在这么大分量的部分 我还在里面使用包线的方法 所以让大胃口的人 他也不会觉得说 吃一个很单调 很无味的一个商品 超大牛肉汉堡的风潮 从素食店吹到美式餐厅 根据统计 光是一个连锁素食品牌 在台湾五年就能卖出 一亿个牛肉汉堡 素食店和餐厅 现在不只有比汉堡口味 size越大也越有话题 分享于若文林小凡 台北直到